Hillow 大家好,我是Tim 秋天來了 看我今天穿這麼多層次就知道 在這個可以展現你的層次 展現你的搭配的秋天 你準備好怎麼跟我們一起完成 五種秋日的好感穿搭了嗎? 短加長 短加長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你把原本夏天穿那裡頭的短袖T恤 外面再加上長袖的 不管是襯衫 或是像我身上的這種襯衫型的外套 當然我會建議呼應季節感 裡面的短袖T恤可以是中高領的T恤 讓你的穿搭看起來馬上有一種秋季的氛圍 短加長的好處就是當你走在外面路上 覺得可能今天沒有這麼涼的時候 馬上那個襯衫外套就可以脫下來 用手中掛筒或掛在襯衫 或者是你進到辦公室冷氣房的時候覺得冷了 瞬間把你的襯衫外套穿起來 這就是最標準的短加長 再來就是長加短 長加短是什麼呢? 長加短就是上半身是長袖 下半身搭配短褲 像這樣子進階的搭配方式 就是為你設美很喜歡的搭配方式 其實秋天真的沒有這麼冷 但穿短褲配上長袖的上半身 有一種街頭 有一種青年玩味的感覺 那上半身呢 不管是長袖的T恤襯衫 又或者像剛剛提到的短袖的T恤外套 都很有趣 重點是下半身 你可以把夏天的短褲繼續拿出來穿 穿到你覺得什麼程度? 卡逃不會冷的程度 相近色搭配 其實全身的色系搭配 在秋天非常的簡單 你可以全身都是 比如說大地色系 像今天身上的可能有點像墨綠色 配上卡吉色 或者是奶茶色 那你也可以是彎頭 比如說你把整身全都是統一的顏色都統一 這是秋天這個季節最適合的 彎頭搭配 老師那我有一個疑問 是 之前有人在問說 到底短褲上要穿西下好還是西上好 我們該怎麼選擇? 好 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準則 也是我個人的三角的準則 你今天的短褲如果是越寬的話 我會建議你一定要獲襲越長 如果你今天的短褲可能是 比較修身和身剪裁的話 我會建議你越短往西上走 原因是為什麼 西上短褲如果穿的是很寬的話 其實很容易曝光 會沒有安全感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是和身剪裁的短褲 你穿到西下的話 會顯得整身腿 就是綁手綁腳的 而且非常的拘束 所以越和身 老實說它就越短越西上 越寬的剪裁就可以過西 這樣的準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一直提到襯衫那襯衫 那在秋天的好感搭配 襯衫裡面比較新的 比較現在的搭配方式 有我個人推薦你一個 裡面呢不管是穿 剛剛講的中高靈 或是短修的T恤 外面一件襯衫呢 我會建議你先把它扣起來 全扎進去之後呢 腰部以上的扣子再全開 營造一種有點復古感 而且全開的感覺 有V字型的線條 能夠完整的修飾你的上半身的比例 顯得你肩膀比較寬 然後呢再寫你上半身也有較修長的感覺 推薦給大家V字型的襯衫全扎搭配方法 真的穿不出襯衫怎麼辦 今年有一個非常棒的搭配法寶 可以讓你穿出秋天的感覺就是 背心 這個背心呢非常適合 加在原本夏天的短袖T恤的外頭 又或者是 哎這樣的秋天可能更深秋了 你可以在裡頭穿長袖襯衫 然後外面再加一件這樣子的背心 不但層次感十足 而且它也能夠讓你有非常強烈的季節感受 背心不要忘了 是今年的最重要難免 你剛剛沒有跟大家說再見 怎麼連著都忘了 大家掰掰 大家的那個剛搭配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活用 然後記得要訂閱留言 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是那一系列我每次都會忘記的啦 掰掰 摁倒車 爭明